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倒两次地铁 两趟公交 谁说的 我家这儿也是城里 要不然我哪少的给你打手机 喂 你说什么 妈妈 这次有多大 您这次看到的蟑螂 有多大 不就是手机欠费吗 我昨天刚买的处置卡 今天就全没了 妈妈 我知道了 在阳台上就是史话 在屋里就是长途交代表 本来搬家咱们就欠了一屁股债 真是乌浪偏风连夜雨 我真少 是啊 祥林嫂 你又来了 祥林嫂是谁 好好上你的语文课 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要学好 大弟和他爸怎么还没回来呢 他终于回来了 这么说 你不愿和人挤 弄在站台上等了一个小时才上车 是啊 这是你现在还能看到完整的我的前提 怪不得你的QQ签名改成了 我不是在挤地铁 就是在挤地铁的路上 那你呢 我 我想到一条最经济实惠的路线嘛 结果呢 结果 没想到七点以后 九四七就改为没两站才停一次 我一直没有听到咱家门口的站名被爆出来 就一直坐到了终点站 咱家门家已经没钱了 还让你们受苦 我治好了 听多了怨妇诉苦会变老的 我得快审 如果咱们有车 你们就不用受这种罪了 对了 不如咱们买辆车吧 对 从今天起 大家都要为了买车而努力 好 我真傻 又是一屁股债 如果我早知道爸爸所谓的为了买车而努力 是这样的 我就不会那样兴奋的还好了 喂 知道了 还有别的事吗 没别的事那我挂了 最近打电话都很累人 爸爸每天只坐一顿公交车 剩下的一半路程都看11号回来 哎 我呢 哎 所有的零花钱都没有了 现在只有太奶奶的生活没有受影响 她并不知道全家人在做什么 想约我见面 做梦吧 可是像这样的生法 真的能省出一辆车的钱吗 老爸说 这叫有智者施进城 这么说 老爸 我们很快就会是有车租了 对 等大迪把他的那份钱拿回来 我们就可以买一辆车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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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巨大的坏消息 你的钱被人抢劫了 汽车涨价了 你喜欢的约带解算吗 不 比这些更早 现在买车需要摇号了 就是说 我们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车 怎么 世界末日这么快就来了吗 您订够了一辆车 我 早就提醒过你们 不要小看老人家的前瞻性 就是说 就是说 不用摇号了 直接可以买下这辆车 先生 您看这款车 请问能带我们先去看看车吗 当然可以 你们真是很有眼光 这是我们店里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车了 现在只要付新尾款 他就属于你们了 太奶奶 您确定您订的是这辆车吗 当然 很帅 就 才五万块 真的很超值 你什么是忽略了五万前面的那两个小次 那么这辆车的卖价究竟是多少 我们不要了 我们对这辆车基本满意 不过对颜色有一点分歧 需要再商量一下 那没有问题 订单已经下好了 等您和家人协调好 随时都可以再来付款取车 好 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 请电话 Cuffle 请您留下联系电话 好吧 这是我的名片 我赶时间 先走了 拜拜 我当然不会那么傻给他名片 那是餐厅的优惠券 我怎么就没看清那两个小字呢 太奶奶您别伤心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神奇文具盒 神奇文具盒 自在加减乘出公式 线段图 化学元素周期表 还能预测地震 千亿特大优惠驾发售 时间就是金钱 我的朋友 你眼神不好 没得救了 谁说的 我明明是被鸡伤陷害了 现在怎么办 只能退掉这辆车 再去排队摇好 凭着我的人品 肯定能跟你们摇个名额 奶奶 放弃购买可是无法收回定金的 两万块 相当于一万只炸鸡翅 我们去说服那位店员先生 为我们换一辆车 这样所有的问题不就解决了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说服店员先生呢 老爸 您说孙子兵法三十六级里哪一级最有效 美人级 那我们就去对店员先生用美人级 没准真能够说服他呢 看我干嘛 唉 我们有资格用美人级吗 老姐 刚才那个店员先生一直看见你呢 出来是咬了你的电话后 大弟啊 买车这事很重要 那个虽然买车很重要 我们可不可以换成连环计或者是空城计呢 现在的形式 连环计空城计都没用 大弟 美人计是孙子兵法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当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传承和演练吧 我就知道 女儿的漂亮总得派上用场 去吧 乖女儿 老妈会保护你的 咱们传统文化就靠你来发扬光大了 我的小宝贝大弟都长大了 本来这种事情该由我来做的 好的 我想没问题的 那真是太感激你了 这样坏了规矩 不会为你带来什么麻烦吧 这不算什么 比起这些 我有更大的麻烦需要解决 就是不知道 您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也没想到 她只是想叫我陪她照一张合影寄回老家 偏家里人说她有了女朋友 否则她今年春节都不敢回家了 这么说她看你只是因为你长得很过时 我和老人家的媳妇标准 不管怎么样 我们总算顺利买到了一辆诚心如意的车了 站得好 大笔 哎呀 辛苦了这么久 好 让我这咱家第一个拿到驾照的人先来试试车吧 各位 先走一步了 超远了 我可不想废开罚单 哪里超远了 这车不是核定私人的吗 来 妈妈 你踩到我了 别乱动 车子都晃了 原来是你方向环法的部门 来 给我 别乱动 我叫个车上路了